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西亚 一个汇聚的马来 中华和印度等多种文化 充满热带风景岛屿和西珍洞植物 又同时拥有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摩天大厦 与复古建筑的东南亚国家 虽然相隔重重的海洋 但是借由往来工作与读书者的络绎不绝 它早已不再令人陌生 同样是来自马来西亚 身为佛光山宜兰投城零三四尖四的绝年法师 多年红法之余 也是台马两地波散人间佛教的传爱使者 更是一位用课程写书与作画的方式 令众珍惜当下 找寻希望未来的生命态所教育家 我是来自一个多元宗教的一个国家 马来西亚 所以从小我就对生命 七岁的时候我就对生命产生一个很大的疑惑 因为为什么同样生命又有不同的高矮胖瘦 贫富贵贱还有种族这么多的差别 所以人生下来就是要走向死亡 为什么人类怎么到世间来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所以在我经过各种的一种去寻找这个答案 从宗教界甚至进化论和科学找不到 所以我转向在宗教这个佛教这边来寻找 年轻时的绝联法师 曾深受西云大师在马国弘扬人间佛教的风范所感动 因而接触佛光山归一并且出家 真正投入作画 是在一次无欲景中突然病倒 医生诊断不出病症 更有感于新云大师一笔字的佛教精髓 便学习用一笔画 创立风格与书艺宏道精神 来诠释自己生命的重生 但是绝联法师一再强调 自己不是个画家 只是心灵涂鸦结善缘 用爱画出生命的真相与希望 用心抚慰人们受创的心灵 绝联法师的创作 为了让各个年龄层的人 无论在任何状况下 都能轻松运用一支轻便的彩虹笔上色苏压 保持着内心的平稳与安定 可说是类似现代艺术疗愈的超精本模式 悠悠别于文字超精 是生活中的一种修行 各年龄层都能够以图修德 以图养心 以图交友 乃至以图悟道 全面提升内在精神与心灵层次 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点 点在这个纸上 这个纸就是我们的人生 这张白纸人家说出生像一张白纸 然后我们点下去就离不开了 你只能往前走 你怎么绕 绕回来圆点 所以叫做点线念 这个开始我真的不会画圆 一个圆圈我都画不起来 你看开始画的都是 要怎么接都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我就可是我不要放弃 当我很难过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血糖针 刺我的手指头 把血喷出来 喷到满地都是 还喷到我们这只公鸡 你看它一点点的都是 喷到的血迹 所以我一直开始画画画到最后了 这个越来头脑就越清楚 所以这个就像一种艺术療育一样 点线面就是进入那个 那个画跟着那个线每个走就等于我们超近 所以把心静下来的时候呢 你的头脑就开始会更清晰了 然后我开始就可以知道怎么连接 然后我画到这里呢 头脑就可以说 恢复以前的20%了 就是可以自己看得清楚 画的形状是什么 然后我总共画了一万四百多个 就画到现在这样子 就是要轻轻的 你好 很lied 这些东西 特别 就是 你 不应该 看 读 你 可以 由于不曾拜师学过话 更没有受过哪位名家大师指点 因此绝联法师认为 作画成绩要感恩生命中的无数贵人 那些鼓励与期盼 是造就他自我成长 提升品质 进行于悟道的每一笔线条与构图 散发着生命历历别墅一致的风格 生命中的贵人 我生命中的贵人是很多 就像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要来台湾 然后台湾需要我一个推荐信 没有人帮我写 我去找我的小学的校长来帮我写 他还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台湾这么多地方 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年纪已经二十几岁了 你到台湾 那你要学些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要寻找生命的真理 假如找不到的话我就 我可以跳到太平洋 因为生命没有意义 然后生了就死 然后吃喝玩乐 然后就过一辈子吗 难道生命只有这些东西吗 所以他就听一听之后 他就跟我讲 你找到一定要回来 我是佛教徒 所以于是他就 这个校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 每个人都怕他的 只有我不大怕他 所以这个校长 所以我非常的感恋 有他这一份推荐信 我才有办法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之后 我第二个非常感谢的 就是我的家师 幸运大师 然后他把佛教这个理论 以前都是很坚涩的 佛教的经典那么多 怎么读啊 所以他提出来的一个人间佛教 这个组织跟架构 也告诉我们佛教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而且这个人间佛教是人要的 慈隆法师 慈隆法师这些长老 慈悔法师这些长老给我们的指示 然后我更要感谢一个人 这一个师兄 他就是绝尘法师 刚才有提过的 因为绝尘法师呢 他支持我这个探索教育 然后也邀请我到马来西亚 跟大众结缘 跟孩子们结缘 我也很感谢我们的一个满千法师 他是我们佛光山都监院的 海外都监院的院长 他也很支持我 给我加油鼓励 也要感谢一位这座依赖法师 这是我们的慈悲基金会的董事长 他从澳洲回来 来到这里 一直跟我说 这个教育很重要 你要把它传下来 然后也要感谢绝培法师 国际佛光会的秘书长 他不断地都给我鼓励 给我这个信心 所以我要感谢的人 实在太多太多了 我的贵人也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要感谢一个 这个重要的理所 看到这个画册 这个画展可以在中正纪念堂里面 第一个出家人 去那边做展览的 这一个贵人呢 就是 国际佛光会 这个副总会长 他是赵崔会 赵崔会呢 他也是周到官文 叫基金会 然后呢 他因为我画了这个画的时候 我从马来西亚 我在做事给很多人看 他们说 看不懂 你在画什么啊 然后看不懂啊 我想画出来的没人看得懂 还要画下去吗 后来我突然之间 我闪了一个念头 这个画呢 要有生命经过生死的人 可能会看得懂 因为这个是生命探索的一个 一个系列的 一个历练的画 所以你没有一些生命的历练 可能你真的很好很好看得很漂亮 什么意思 不知道 这个不是缠闹画吗 所以呢 于是我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赵崔会 副总会长 他听一听之后呢 他说好 你拿回来给我看 他 当我把画送给他看的时候 他就很感动 就马上呢 就联络了周道观文教基金会的周爸爸跟周妈妈 他们看了就很感动 他说 这个你一定要出来跟人家分享 也把就是 让我更有信心的 感谢他们 他们就说 你来接受我们这个 全球生命啊 热爱生命奖 所以于是呢 今天呢 你们所看到的话 是有这些这么多人的 一个龙天妇佑 然后大家的成就 所以 家师讲过一句话 他说 光龙归于佛陀 成就归于大众 所以呢 我想这个都是众人所成 所以我这个贵人啊 真的 在场各位也是我的贵人 每一个观众听众 只要你有缘听到的 也是我的贵人 所以感谢大家 没有大众就没有我 所以呢 家师说的 信仁大师说的 大众第一 自己第二 佛教第一 自己第二 佛教的事业第一 自己第二 所以谢谢大家 这是我第一本写的 人间佛教生命 它所教育的一个动力学 它这一个呢 叫做团体动力学 总共有31个游戏 然后呢 里面呢 它一个 所谓的 这个是我的精神架构 所以它这个游戏当中呢 第一个 就是它有一个游戏规则 写得很完整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反诗 还有这个课程的延伸 然后后面呢 还有这个是漫画 告诉你怎么做 然后这边还有故事 故事上面有一个故事启示 启示文呢 有时候是两篇故事 然后有一篇大师的文章 生命文章 过来有这一个人间姻缘的歌曲 然后这里还有生命的习题 还有心灵的加油站 还有一个照片 然后这样子叫做一个教案 这一个呢 就是在带团队呢 或者是学生呢 或者是尤其是国高中生 甚至大学生 这社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这个是总共有31个教案 也是以大师的一笔字 这个就是大师的一笔字 然后呢 这是人间福报出版的 一笔字 大师写的 所以以他的这个呢 来做这个生命的一个 团体动力写的一个方程式 从汇聚佛光山 034所有国内外资源 接引横跨五大洲 45个国家 500多个青少年团队 跨国带动人间佛教 生命探索教育 前年法师完成了第一本书 团体动力学 人间佛教生命探索教育 至于所完成的佛教界 第一套心灵涂鸦绘图本 则是生命教材 与生命的旅程 用自己曾试过客 意试归人的生命角度 却连接着人间的真善美 这一笔呢 就是生命乳豆 这里就叫DNA 然后破壳处 要有雨跟露水 要中原所成生命呢 才有办法去成长 然后这里呢 叫生枝芽 生命就像一颗豆子 必须要等待因缘成熟 才可以破壳而出 那经过热月的精华 风吹一大 方能成就圆满 持土的每一个圈圈 代表人量的聚集跟串联 蕴场 方能达成生命的成长 所以看到这幅画 我就画完之后 我觉得我的心情 看这些字 我就可以留下我自己 跟生命 跟这幅画的对话 然后比如想到 我今天成长到这样子 我的生命要经过多少 大家的一个帮助 要有感谢父母 感谢师长 感谢国家 所以佛教讲的叫世从恩 感谢一切的因缘成就 化作一幅幅 每每都是绝年法师 结束完一日的法物 到了寺院夜深人静 午夜的清雅时刻 才能浮身于暗头前 沉淀心灵 全心投入作画 也是法师用愿力 意志力和坚忍力 去完成生命探索的使命 熟悉的座位上 他曾经一面壳谈 一面用食指扎针 所喷出的雪墨作画 而那幅画所要表达的 在于人生不可能一成不变 会因阅历 观念与价值评断 处事态度 呈现出不同的高低格局 这个是我作画 创作的地方 后面有大师 家师陪着我 然后呢 有佛菩萨陪着我 前面呢 这个有一个公鸡 是葡萄牙 我们这些来参加过 生命探索的这种 领袖营的孩子 送给我的 从葡萄牙带过来的 那我就在想 我要给他们什么 我希望给孩子些什么呢 我的生命现在受到 这种病苦的威胁 所以呢 抢到孩子们 所以我就不会被我的病 病魔打败 我就身体很难 难过 一直画 又想画 想写 写不出来 所以我就用 这个血糖生 就放到 扎我手指头 十字手指头 扎完之后呢 就把血喷出来 所以我就想到 古代的人 用血来抄精 叫做血精 那我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用血来做画 就是变成血画 然后呢 就是需要向我的生命 遇到高高低低的山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